作曲 —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作曲 —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声声丝丝风风火火 声声丝丝风风火火 霍荒来 者時間一长 风火火 夕阳呀 天际边飘浮着一波夕阳 天没有风 吼 没有雨 只有眼中的柔 青水汪汪 叮叮哪有我 没有情哪来愁 听见我们解下了这段缘 男生能奔爱恨 爱恨难言星星相向游位 召召呼呼 轻轻握我 召召呼呼 轻轻握我 宿不停 那 雄汉雄长 你许情恶 绕山梁 一首飞隔阵四方 一夕美人穿假衣 凝靠魂 奸战飘荒 你许情恶 绕山梁 一首飞隔阵四方 一夕美人穿假衣 凝靠魂 奸战飘荒 一夕美人穿假衣 凝靠魂 奸战飘荒 一带军王 军王 军王 不站谭老兄 一会儿的 可得把小孩都说了 那你说了 这总领达恩的职位 真的是有哈尺的方法 当然 你相信 如果奴尔哈尺买通的领路吧 对咱们意味着什么呀 所以趁李承梁来 一定得把话说清楚 行 我说 两位贝勒 请所有来 两位贝勒 请 二位贝勒 请不为了 给老大人请安了 看不出 谢老大人 二位贝勒的礼章我看过 太重了 本官实在不敢收受 大人坐证辽东 也算是我们女贞的客人 是啊 谢贝勒的礼章我看过 这些礼物合足挂齿 大人就不要客气了 杜白 不要搏了二位贝勒的面子 那我就收下 当然要收下 大人 另外我们俩还有些话想 说吧 努尔哈施最近四处招兵买马 和老大人在这里相比 军力整整翻了四倍 最近他又到科尔须去购板马匹囤积木草 哈达和挥发先后都发现了剑州的探马 女真各部十分不安 长此下去 这剑州不但是我女真的祸害 恐怕对朝廷也是一大患 事情不至如此吧 大人 我们绝无半句谎言 大人 新台极说的是事情 大人 努尔哈施不但扩充军力 人也日益的狂妄起来 眼前就是名利 大人喜成圣旨 女真各部的贝勒全都倒了 可是他呢 面也不露 这礼也不送 这就 大人 最近听从剑州传出谣言 说下总兵之职 是努尔哈施他在京城记忆里保健 这就让我们女真人人心惶惶了 他说什么 他说大人能够去掉代子成为亲命的总兵 是他努尔哈施的国 昏差 他好大的胆 你们放心 只要有我在 他努尔哈施就放不了你 他胆敢在辽东信兵作乱 我就先拿他治罪 绝不轻扰 只要我们就放心了 你们难得到府顺来 尽可多住几年 我今天路上劳累 改日啊 我和汝柏一起 宴请二位备勒 多谢老大 多谢李大人 多谢李大人 告辞 父亲 他说 我扭尔哈施我饶不了他 他们的话不可不信 也不可全信 沉下心思 他以为帮了我的忙 就可以自以万为了 你我看 这并不是件坏事 几十年了 女真各部争来斗去 我们乐的做毕上官 这件事情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女真各部没了争斗 他们就会联合起来 对付朝廷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他杀了 绝不能等他 把女真各部都吃掉 当然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不过 他看准时机 绝不可贸然下手 我不等 一天也不等 我哈斥的野心越来越大 如果说当初 我还对他有所顾忌 现在我就没有什么理由怕他 切不可意去用事 我看你是纳西亚的心结未解吧 父亲说的不错 我妻之恨 恨比天大 我堂堂武状元 辽东走兵之子 居然绑不住一个自己心爱的女人 能解开这个心结的 只有杀了他 这件事情上 为父也有不当之处啊 不过 我始终不决定 父亲 好了好了 不讲这个了 柔白啊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能为了一个女人 不能太认真了 柔白 你一想生性豁达 怎么贼偏偏在这个事情上 如此的想不开呢 撇的女人也就罢了 可我就是忘不了那期啊 听说他生了孩子 也没有以前的姿色了 我看中的并不是他的容貌 而是他的质物 他太善解仁义了 跟他在一起 永远不会乏伪 永远不会厌负 你就是在想要他 也要三思而后行 这件事情 绝不能传出去 如果有人捅到朝廷上 就会说你是 也要三思而后行 这件事情 公报私仇 只要辽东不乱 就没人找我的麻烦 莫贝 你父亲 你先歇下吧 到前面去看看 真漂亮 这些东西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些都是从中原来的 有江南的知秀 那边还有宇州的君子 瞧小手是多精致的 看 我亚轩 竟然最有名的字号了 这里啊 专卖珍宝的 算了我们别买了 去吧看看去 谢谢您啊 这些是珍宝啊可漂亮啊 贝勒姨 今天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了 不算了 去吧 好 大哥 这福尊城可真热闹啊 这不算热闹的 日后我带你们到金城去 比起才是盯上人间 我听叔叔的哈奇兄弟说过 做梦都想去看看 现在先错过那条街 到医管住下 一天再去走冰房 已经晚了两天了 万一那里如板 去赶他们 走吧 好漂亮啊 贝勒爷 我 我是不是买的太多了 哎 新郎对新娘是不会吝戏的 好 你去那边看看 看那花 我买的 去买呀 去 去 去吧 去呀 拿着 都督 咱们的不站在贝勒 要当新郎呢 上次你说那个女人 是你的亲戚 我当时就说你在骗我 怎么样 我没有冤枉你吗 那个时候我还没决心取权 他呢 别在我面前花言巧语 你竟敢背信契义和叶鹤结语 把矛头对向见证 那个不是我的本意啊 金台基金用你的银子 买下了大量的兵器 还想赶来 告诉你 我怎么饶不了你这样的笑容 贝勒爷 你 可不可以 别怕 不要怕 没事 姑娘 你爱你的贝勒爷吗 顾战胎 看来你也很爱他 是不是比爱东哥还要深 东哥那就是天边的云子 我看了他 但是我摸不着 是阿巴海 她是我命中注定的女 姑娘 去挑你的东西吧 要跟你的贝勒爷好好地说几句话 不不 去吧 快去呀 没事了 顾三台 说说你的打算 我给叶赫多少人的 我也给你多少人的 不 建州不需要你的人的 我虽然跟叶赫联盟 但是打建州我绝不出一兵一族 金台旗要的本来就是你乌拉的银子 你那些不会打仗的兵马根本不值一提 那我可以跟你联姻 我怕我妹妹 我不要你的妹妹 如果你有诚意 把那个女人送到建州来 你 你不要欺言太善了 你害死吧东哥 难道不应该再还给我一个女人吗 但是我绝不会把她交给你 你会的 如果你是一个把命看得比女人重要的人 我不会勉强你 你的好备吗 我等你的回应 等你的回应 你 你 周老爷 怎么了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没事 你 你是都选好了吗 我 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我很不服 我 我 我回屋了 父亲 我在陈郊 密了块好地方 你可以在我这 安度晚年了 能在这儿自然很好 不过 辽东 可未必是 长治九安之地呀 您还说我 西平大人 建州的努尔哈赤都都到了 来得正好 让他候着 是 等等 叫陈虎带上十名侍卫 在后花厅见我 是 若白 你要干什么 父亲 你就不要管了 你要对努尔哈赤下手 杨虎成换 他已经从你身边的一名侍卫 变成了一只老虎 再养下去 我们都有葬生虎口的那一天 不 这件事情一定要三四二后行 女真人中 只有她是亲命的二品大员 她的生死非同小可 没有确凿的罪名 你怎么向朝廷交代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已经拟好了一份奏章 她撕阔兵马 意图谋反 叶赫 海西 乌拉的各部首领 都能作证 这一次 就算她有一千张嘴 也别想为自己说弃 就是有了罪名暗律 也只能劫往京城 交由大理斯审断 她持刀拒捕 自取一死 尤白啊 你要寄取我的教训 当初我误杀了她的父亲和祖父 险些丢了官网 你才刚刚得到官职 她难得自己来一次 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你要再好好想想 现在建州兵强马壮 她的弟弟姝尔哈齐 也一定不会善罢甘鸠 这会惹来多少麻烦啊 姝尔哈齐 诺尔哈齐一死 这都督就是她的 说不定 她不会恨我 反倒会谢谢我 陆白啊 丹到为父的话 不计 你就不要再说了 今天 我杀定了她 参见呆 建州都督 诺尔哈齐 图谋反叛 本官不奉尚誉 诛杀这个逆贼 以我摔碑为号 那一个出刀最快 本大人自有重赏 是 不计划 总民大人 请都督大人后话听许话 后来有些不便 请这位将军留步 大哥 故事大人 你先留在这里 我去救小大人 都督大人请 都督大人 总兵府的规矩 任何人不能 提刀进入内堂 请您 这个逆字 八成要闯出祸事来 大人 那个奴尔哈齐 已经朝花亭去了 什么 快 总兵大人 建州都督到了 船 是 给总兵大人道喜 因为一件要事缠身 晚来了两个日 请大人不要见怪 我还敢见怪 你四处张扬 说我这总兵的官职 是你在朝廷面前说好话才得来的 是不是 我该给你叩头谢恩了 这是哪个小人敢造下的谣言 好 就算这是谣言 就能告你四处招兵买买 囤积粮草 这个不讲话 你这风鸣是心怀叵测 意在谋反 你笑什么 我笑你做得毫不遮掩 一来过河拆桥显得太不容易 二来又挟私报复之嫌 我早就料到 你做上了总兵 马上会救账从算 所以一份你好的奏折已经待发京城 奏折 什么奏折 一封请辞的奏折 我要告禀朝廷 我弟弟抢了总兵大人的爱妾 以致总兵大人对建州怀恨在心 为了顾全辽东大学 我这个都督只好不做 主板 努尔哈氏都督来给你道贺 那就是府上的贵客 话不好好讲 干嘛这样吵吵闹闹 老大人从京城回来了 你现在是建州的都督了 何须多礼啊 诺哈氏永远是大人最忠诚的事 快快请坐 刚才你们两个在争吵些什么 如白大人心官气盛 也不知听了什么人的挑拨 说我司控兵马意图谋反 这可是天大的罪过呀 老夫倒也听说 你的兵马在我走之后 破除了四倍之多呀 那是因为九部联军攻打建州之后 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老大人在这里多年 哪个部落为了生存 不再阔兵囤粮呢 那倒也是啊 不过要适可而止才好啊 在下的脾气 老大人知道 我不欺人 但也绝不被人所欺 要是有人想故意打我主意 我绝不答应 好 如白 时辰不早了 送我奴尔哈赤都督去亿赶歇 送他回去 我看既然来了 既然来了 我就多坐一会儿吧 老大人 我想近日请您和汝柏大人 到建州喝我的喜酒 喜酒 我晚来了两天 就是因为去了蒙古克尔庆 我这次去可办了件大事 建州已经与蒙古克尔庆建了 我很快就要迎娶克尽大汗的女儿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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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要是发生什么很妙的事 难道我还不用借蒙古 去客亲大汗的数十万骑兵一用吗 两位大人在担心什么 我猜也猜得到 请二位放心 我与蒙古联姻 既不会去攻打乌拉 也不会攻打叶鹤 当真 在老大人面前诺哈赤气感戏言 不过我要向北要一块地方 哪里 哈达 哈达远离建中 你要那里干什么 剑州草场狭小 我无非是想见那里打猎放牧而已 再说哈达挥发与蒙古人常有泄斗 闹得百姓不得安宁 我只要拿下哈达 可以保那里一方平安 妄想 那是你扩张权势的野性 我绝不容你 老大人 我是真心想全力顶住乌柏大人 既然这样才下告辞了 慢 都是自家人 何必剑拔弩张呢 努尔哈赤都督 如果卢白答应你向北扩展 你 我维新总兵大人马首是瞻 卢白 你看哪 我知道纳奇亚的事 对于卢柏大人的伤害很大 对我一直深有芥蒂 但泼出去的水难以复回 我想来想去 为了要解开卢柏大人的心结 我已经让纳奇亚离开 舒尔哈奇回到的图伦 撒话当真 卢柏大人要是不信那就算了 两位大人 诺哈赤暂且告辞 诺哈赤 老夫有话讲 你跟随我多年 自打你做了多路以后 我们又打了多年的交道 你的心胸抱负 老夫看得是清清楚楚的 不过 凡事要有个限度 你想多占些草场 多占些城池 我可以不管 不过 你要想图谋反叛 老大人放心 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反叛朝廷 你的胆子就是比天大 老夫已经定下 在这辽东久住 你记住 不管你心里想什么 做什么 老夫都会一直盯着你的 那就让老大人费心了 你呀你呀 险险闯出大祸来 而不是没要动手 真没想到 他竟然能和蒙古结盟 你刚才要是杀了他 你辽东驻军就是再大本事 能够抵得过他蒙古铁骑吗 而就是想到了这儿 才没有动手杀他 我说了 除掉他是早晚的事情 但绝不是现在 时局多变 我们求完求和尚且难得 你却要宠出大事情来 卢白啊 你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在朝廷里有多少对头啊 努尔哈尺这两年 在京城买通了不少官员 你和建州闹翻 还想当这个总兵吗 父亲 那都知道了 我用骑士去办 站下 去干什么 我去途轮 没冲击这东西 到现在才练的那个惹是生非的女人 说过 我一定要要回她 孽障 父亲 我现在是辽东总的命 一定不要管我的事情 知道该做事 不敢做事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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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请喝茶 我现在不是谁的附近了 就叫我 纳奇亚吧 这是给小阿哥穿的 我听见 昨天夜里 您在梦里叫着她 我真不敢生下的 去 帮我警察布老人来一下 是 你叫我 老婆 请您叫人 把这个送到建庭 郑州去 姑娘 还有什么话要带吗 那亲爱姑娘 怎么了 有队明君闯着上门 朝门府前来了 明君 是明君 奴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老婆 你们先去拦住他们 要是找我的 就收我出去了 是 大人 这玩法好像没人处 门都是开着的 到里边去 走 驾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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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找谁呀 这是我们总兵大人 我们总兵大人 要见那家伙 我人老了 听不清了 城州死了 这就没来人住过 你们要住店呀 就到那条街区了 闪开 闪开 闪开闪开闪开 你不能乱来呀 不能乱来呀 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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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尽 这个香气 你身上是你身上的香气 不是你们要躲住我 为什么 你是不能够随了她的心 你是最爱她的孽子 把你的鹅鸟还给我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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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强 你出来 你出来 为什么要夺着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夺着我 为什么不肯见我 为什么 已经离开了重场 为什么还不回到我身边来 看到我们过去的一切你都忘了吗 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没有忘记你 我天天盼着你回来 我天天在盼着你 算是一块石头也会心软 可你不是一块石头 娜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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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咱们的阿伯海姑娘 简直就是个仙女 真的 真是没急了 阿伯海姑娘 一切都办妥了吧 管家伯伯 你们去看看婚宴准备的怎么样了 没有几天了 处理不好 留身贝勒爷发脾气 是 管家伯伯 我想问问您 您知不知道贝勒爷这两天 为什么有点不高兴啊 我正要问您 您随贝勒爷去府顺 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有啊 对了 我们临走的前一天 碰到那个剑州都督努尔哈赤了 遇到了她 她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 恐怕贝勒爷又遇上麻烦了 贝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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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拿了几双好鞋子 想请您看看 阿伯海姑娘那天穿哪双啊 下去吧 哥 贝勒爷 你最近 怎么一直都不高兴啊 什么事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那叫努尔哈赤的 为难你了 没有 傻姑娘 别瞎想了 那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 乌拉的银子 都到义和去买兵器了 所以没有那么多钱来办婚礼 没关系的 我不要婚礼也可以 这样能够天天跟你在一起 天天都看到你 傻姑娘 什么事都没有 你别瞎想了 启禀贝勒爷 您派到府顺去的人回来了 这 见到总兵大人了吗 没有 没有 总兵府的管家说 李卢白大人身体不适 正在静养 不见任何人 那你就这样回来了 我把贝勒爷的信 请管家转了进去 他说什么 有 有 他说 这是女贞自家的事 总兵府 不会派兵干预 贝勒爷不用担心 贝勒爷的婚礼清官举行 如果诺哈赤赶新兵来犯 爷和贝勒 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这件事非腾小可 我现在就去见金太吉 有了他的云诺 我的婚礼也就安心了 贝勒 阿古鲁 我送去送回 我不在乌拉的日子里 你要守住我 救 贝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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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啊 往到叶赫去 你努尔哈赤 究竟要干什么呀 好姑娘 什么事也没有 好好做你的准备去吧 真的没事吗 真的没有 等我回来 就是我们成亲的人了 那我等着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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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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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达贝勒有十万火急信函变成耶赫贝勒王 若哈施发兵攻打我哈达部 我家贝勒王请求耶赫速速救援 哈达贝勒 欺贝勒贝勒 乌拉贝勒球店 几何书满 我有一件重要事跟你商量 好 来得正好 若哈施正在发兵攻打哈达部 你说什么 他发兵打哈达部 他们来人求援了 可是依我看 这原水解不了进口 离哈达部部远的地方 有一支处杂的明军 我们可以到府顺去面见的乳板 让他来阻拦诺尔哈赤 这倒是个办法 可是我的事啊 你有什么事 诺尔哈赤他要我的阿巴亥 他说 我把阿巴亥叫出去 他就要我的命啊 诺尔哈赤绝不是冲你一个人来的 他是要让所有女贞各部的人全都知道 只要他奴尔哈赤想得到的 就一定能得到 你看 不战胎老兄 你可千万要顶住 绝不能如了他的意 我当然不会把阿巴还交给他的 所有排人去见了刘百 可他 可他不断不见 反而说是咱们女人内部争斗 他不会干预的呀 哦对了 我走之后 怒尔哈赤还去了福顺 莫非 他买通了李家夫妇 叶和胡拉也绝不是好欺负的 走 去哪里 面见你如了 二位贝勒请坐 多谢老大人 听说卢百大人他 哦 他近日身体有些不适 大事小事只好由我代劳了 看二位贝勒的脸色 莫非出了什么麻烦吗 难道大人没有听说 努尔哈赤正在发兵攻打哈达布啊 有这样的事情 大人请看 岂有此理 努尔哈赤好大的胆 我早就跟二位大人说过了 努尔哈赤野心勃勃 见诸已经是女贞的大患 他攻打哈达还不算 还逼着乌拉贝勒 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阿巴亥送给他 越发的不像话了 还请大人为我做主啊 那是当然 虽说我已经不再认上了 不过努尔哈赤曾经是我的侍卫 我说的话他不会不听 我马上修书一封 让他立即退兵 老大人 除了您的书信 在哈达布边境不是有一支 总兵府属下的军队吗 只要您让他们出名 努尔哈赤一定能够不战自退 你是说 让我动用朝廷的军队 没问题 所以说这件事情 要由如百上报定夺 不过你们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多谢老大人 老大人 那我的那件事呢 这女人的事情 老夫就不好讲了 不过努尔哈赤 要是在哈达面前拜了阵 这样过分的事情 他就不好再提了吧 二位贝勒 这件事情 你们也不能完全依赖朝廷 我知道你们二部和哈达部是盟友 这个元首还是要出的嘛 哦 老大人说的是啊 我马上就联系海西四部 一起发兵 对 对 叶赫和乌拉 和朝廷联手 和朝廷联手 何愁这辽东 不太平 那 我等告退了 告退了 明天 要不要再拒绝了 您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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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上报朝廷之后 用哈达的驻军 去阻止努尔哈赤 不过 等不到圣旨 哈达早已成了努尔哈赤的地盘了 父亲 你真的要放纵他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现在还不是收拾他的时候 金台吉已经答应 率领海西四部和努尔哈赤交手 让他们去打 让他们去斗 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 你再出手 难道还迟吗 从明天起 你给我下床理事 你个堂堂的总兵 竟为了一个女人变得如此没出去 成何体统 韩子爷 这是您明天要穿的洗袍 还是试一试吧 放哪儿了 那这婚礼的时辰 我跟你说让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 贝勒爷 贝勒爷 沐哈赤已经占领哈达成了 什么 那朝廷的军队呢 他没有阻止努尔哈赤 他没有收到朝廷的旨意 那金台吉的兵马呢 你和贝勒 还在半路上 贝勒爷 你怎么了 贝勒爷 你手怎么这么凉 还在发抖 阿八海 我为件事情一直带瞒着你 那农儿哈赤 要我把你 嫁给他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所指望的 乔廷和叶和贝勒 都挡不住努尔哈赤 现在哈达已经落入了努尔哈赤的手里 如果我不答应他 这下一个哈达就是我乌拉呀 阿八海 阿八海 我们走 我带你逃到中原去 我跟你说过 这是中原江南的直秀 我们逃到江南去 那里风景如画 四季如春 我们有的事情 我们可以过上快快乐乐的生活 阿八海 你说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只带上两个巫人 你快收拾东西 不要惊动福利人 我去转变马车 要快 快 要快些 贝勒爷 请不要怪我 为了整个乌拉 我不得不把消息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大家把汉姑娘出走 弄哈赤就会把弩火倾斜在我们的头上 请贝勒爷三思 古灵太 请贝勒爷 加油 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沾太对不起乌拉的腹路 可是 你们要为我怎样做呀 大法是有的 只要你把身边的阿八还有姑娘抓出来 不 请想想我们乌拉布一代又一代的无数的仙人 为着求着自己的生存 流尽了自己的血 难道你 就为了一个女人 就要做出这种打你不到的事情吗 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明天一早 我给你们打 我给你们打 星期间 大片倒起来呀 大碗修何其赖呀 啃帮鼓碎住了牙又回起来 瞧瞧了鼓啊 荒蜂且当空舞 拉鞭子儿瞅起来 瞧妹妹的眼督在里面 瞧瞧她听起来 天天歌唱起来呀 秘密琴唱过来呀 绣荷包扎扎的手啊 捧起来花了个强啊 红袖瞧当空舞 小鞭子儿摔起来 情歌歌的心坎里呀 绣上妹妹扎起了根儿啊 红袖瞧呀 迷惑回山 且别别走路 全靠叶尖尖 秋山不安苗 深足不安歪 桑桑路长丑一个人 这天天还真的天上又出现 大鞭子儿倒舞起开 大碗就合起来 肯放肤碎住了牙又回起来 瞧瞧了鼓啊 花龙起大鞭子 马鞭子儿瞅起来 瞧妹妹的眼督在里面啊 欣赞地跳起来 天天歌唱起来呀 比比欣赏过来呀 小鹤鹤张着的手啊 捧起来喇两个穿 红袖小大荒木小鹤边点水起来 请哥哥的心坎儿呀 笑唱的边张家歌啊 大饼肚起来呀 大碗就合起来呀 看帮不顺着的鸭油回醒来瞎瞎哭啊 天天歌唱起来呀 彼彼星唱过来呀 星云和宝宝 眨眨的手啊 跑起来花两个强儿啊